为单相机的推出 让原本有点沉寂的相机序场 没有活跃了起来 也热露了起来 并且这样的体积小小玲珑 相对来说更专业 可以有更多的层次感表现的 这样子的一些产品呢 让女性们也开始对这些摄影感情兴趣 那么其实女人对摄影 对画面的感觉呢 应该说是相当的强烈的 而且她们对这方面有很高的追求 到底女性在她们的摄影照片当中 会怎么样的去偏重自己的天分 去怎么样去讨论她们的这种创作空间呢 明天我们请乐儿来告诉我们这些话题 自从2084月09年推出了首款 微单相机EP1后 凭借着古典外形和轻巧机身 不但成功的开拓新市场 更新引了一众女性用户的目光 经过一年多的发展 微单相机不但变得更加轻巧漂亮 操控性能也变得更加专业 并微单成为女性用户摄影入门的必然选择 今天很高兴可以请来这样的美丽的嘉宾 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呢 想请你给我们讲讲 这个女性参与摄影的这个话题 其实对我来说 我总觉得好一点的摄像机 或者是摄影机 这个照相机等等的这些东西呢 对女性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克星 因为体积太大了 对 那这么招小的你怎么会参与这种摄影的工作呢 用大相机吗 其实现在的相机已经发展得很快 那么它的体质已经越来越少 然后女生那个操作已经非常的容易 所以女生参与摄影的部分已经越来越多 所以没关系 现在已经可以了 现在已经可以了 其实传统有的时候意识上面说 觉得女孩子接触这种高级的这种机械的东西 会反应比较慢一点 其实现在不存在这样的状况 对 因为有很多自动化的功能 所以根本你拿了相机就拍就可以了 女性参与摄影 并且进行一些类似摄影的这种创作的时候 她们会存在一些缺陷大概是什么 缺陷呢 女生毕竟对科技嘛 比较没有男生那么敏感 而且她们操控那个机器方面呢 也那个经验也不太多 所以还是需要去慢慢地学习 然后对于数字也是要学习多一点 对数字 对 但是女生在感觉里面呢 就比男生强很多 所以这是一种平衡我觉得 这种平衡啊 对 所以认识到这种平衡 并且知道女性需要补足的一些方面的时候 于是你就做了一件事情 这个在网络上做一个女性的这种摄影杂志 我们主要谈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名字啊 我们的名字就是feelings feelings就是发音满像英文feeling feeling就是感觉这样子 其实我们希望摄影不单是那个技术 而且我觉得它就像艺术一样 感觉是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们的杂志最重点的部分 就是要表达那种感觉 我们不谈什么数字 什么技术 感觉是我们首先考虑的地方 这是你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 我觉得也是女人的一个长相 就是我们在感觉方面 某一个画面的某种感觉上面 其实我们的准确度是非常高的 或者说那种感觉是很敏锐的 然后发扬自己的这个优点 对 我们看一下小天子回来 为了迎合这股女性摄影热潮 女摄影师乐儿于去年开创了香港首个网上女性摄影杂志 发展至今 她已成为女性用户的主要摄影交流平台 然而为了方便人们阅读 最近杂志还新增了电子书版本 让读者能够透过手机下载随时阅读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女性的一些优点和长处 真的是做一个摄影作品的时候 那男性跟女性在呈现出来的结果方面 会有哪些地方是真的不同的呢 其实我觉得比如说是画面 那个画面男生就会很着重那个照片 那个画面会不会很清晰 那个颜色会不会很准确 但是女生就首先不会看这些 首先就会感应那个照片给他们的message 有没有感受 如果没有感受没有感觉的话 那正常拍得多美 对于女生来讲也不会太喜欢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分别 其实大家着重点是不一样的 对 那么其实在做这些摄影的作品的时候 现在的选择很多 什么卡片相机啦 微单相机啦 还有那个单进反光相机 更专业一点的这样子 这区别也很大嘛 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一般来讲呢 比如我来讲 工作的时候就会拿大的单眼 你这么娇小的身材 哪一个大的单眼相机 对很重其实 走路都走歪了会 对女生来讲其实是有一点的负担 对 但是它的感光度 真的比一般其他的相机 就是好很多 然后出来的那个层次也会比较丰富 但是在其他的方面 比如说是旅行啊 或者是一般的拍照的时候 我就会拿一些比较轻便的 微单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它比卡片机 那个指数很好很多 但是有没有大气那么重 所以微单是 我现在觉得是很流行的一个新的一个机种 如果说起来就是对你来说 如果这个微单相机跟单反相机 在完成工作方面啊 我说的是工作 不是随便去玩的了 对 那他们有没有分别 有啊 刚才我说那个感光度 已经那个差别已经很大 现在越来越人性化了你 要去技术指标了 某些方面也是有技术的 对 然后那个层次啦 操作啦 然后还有它的反应 速度 对那个速度也是比较快 所以大机还是有它的存在的价值 但是要看你怎么去使用 那我们再看一段小片子回来 跟我们分享一下具体的这种创作的一些心得好吗 好 刚刚踏入2011年 已经有多间厂商迫不及待地推出了新款微单相机 除了有松下的轻触式微单外 还有2084的EP-L2 新型号不但加大了显示屏尺寸 还加入了全新的人眼辨识功能 以及全新设计的X3镜头 带来更高速准确的人脸对焦效果 看到你手上拿了这个 刚刚出来的新的微单相机 对 DP-L2 你现在已经开始用它来做一些那些 你的正常工作了吗 其实之前已经一直用开它前一代的 现在这个是第二代 一直都在用呢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跟上一代比较起来它的进步是什么呢 其实它那个镜头是新的 其实我知道有很多品牌都开始研究 研发它们自己的微单相机 比如说是Nikon 富士等等 我觉得将来都是微单的天下 真的都是微单的天下 一般消费者都是我都会用这种 因为真的太方便 然后那个指数也 也跟那个入门的单反 相机差不多 所以真的将来都是这样 这样子拿出去拍摄了 你觉得这个微单相机有没有一天有可能 取代现在的大大的单反相机 解决像刚才你说到的这个感光度啊 它的拍摄出来的这种层次的感觉的问题啊 包括它的速度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问题 也可以的 因为那个技术越来越成熟的时候 就一定会取代 但是我觉得那个单反相机也有它们的存在价值 就是用于一些比较尊业的范畴 我觉得还是有分别的 那我们想的那么费劲的相机 以后可能也就只有是 给人家看起来很认真工作的时候 才会拿出来 对 尊业的感觉 尊业的感觉啊 非常的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讲这么轻松的话题 而且那么有感触的一些话题啊 谢谢 谢谢 谢谢